生近16年的长发卖掉 受李倩的委托 我们联系了南京一家美发店 记录下了李倩剪掉长发的场景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想好了是吧 那我现在开始帮你定长度了 在东京铁堂 一字条 当我快速结果的时候 我手都得的 但是假装心癌 然后我也问过医生 我说假装心癌会不会死人呢 你就说如果 帮忙比较完整 治愈的比较好的话 是没事的 就自己成果率 能是十年的 但是它是转移型的 就是在手术上是恶性的 你可以等我 以前我不懂得 没必明天就有以后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看你爱的歌会痛 看你的心会痛 连着我一通 你还是会呼吸的痛 它留在谁中 还会论痛 后悔不贴心会痛 恨不懂你会痛 想见不能见最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看你眼神 长满过暗笑 可始终多默 寂寞的缺帐 你拆意成长 让我去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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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嫁给他 可是男朋友 却 不愿意 为什么 不接受 因为我现在 什么都没有 身体还不算太好 他要是现在嫁给我 我会脱离他 很快 国立多家媒体 纷纷转载了 李倩剪掉长发 筹钱给男友治病的文章报道 阿诚不忍看到女友 为自己吃苦受累 所以 尽管内心充满了感激 但他还是拒绝李倩 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那么 我不知道 就是这种情况 你们的父母 能够支持你们 祝福你们吗 他只有母亲 嗯 你的父母呢 你的父母呢 我的父母 不知道他有病 那 那假如 我们这期节目 向全国播出之后 可能 这个秘密 就是支离包不住我了 肯定不知道 你考虑过 这个后果吗 考虑过 你觉得你的父母 依然会支持你 跟他在一起 一定会支持的 好 我们祝福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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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们有一套 你们这一队恋人 和其他几队不同 有的人 已经结婚 已经 走上现在的幸福的道路 那这次来呢 李倩 是有一个愿望带来的 而且这个愿望 我们导演组 我们的节目 决定帮他实现 这个愿望是什么 总之 我们现在 把舞台 留给李倩 留给 阿诚 自己把握 阿诚 我知道你这几个月很累 我也知道你很身体照页的 有很多不舒服 你想要一个 很安定的家嘛 让你感觉很踏实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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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